人氣樂團告人 他們今天擔任活動的大使 來跟大家宣導正確的衛教觀念 而且也獻唱了這個新的單曲 是《又到天黑》的《晨曦版》 而且也透露這一次高雄演唱會的特別驚喜 因為我們最近前幾天剛公佈了 昨天我們剛公佈了我們的日文單曲 《哈雷弄日》這首歌 然後是跟彈鋼店老師一起合作的這首歌 然後是由他親自填詞的 來改編好不容易這首歌 對 沒錯 其實很期待啊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高雄巨蛋會是不一樣的地方 高雄巨蛋可能就突然出現了一首日文歌這樣子 好 那忙碌的稻人呢 他們還要在11月份擔任搖滾天團 Cobrate的暖場嘉賓 雲安呢就透露自己有聽過他們上一次 來桃園的演唱會 當時呢是從頭到尾都在掉眼淚 原本就想說這一次要再朝聖一次 沒有想到就邀約了 至於歌單也還在安排當中 以上的娛樂最新資訊